当我们的祖先从地下取水的那一刻起 地底下的古老水世界就开始产生变化 来到水泉村 感受到当地居民与地下水相依相存的关系 而自来水公司也看上这纯净又免费的泉源 2014年10月之后的降雨量创下同时期的新低记录 依照地下水的更换周期来看 深层地下水的蓄积时间大多在数千年到上万年 那这些古老的地下水 会不会在新水源还来不及补助之前 就被我们这一代人给抽光了呢 台湾累积地层下限面积 大约为平原面积的20% 既然地下水已经被超量使用 也产生了许多灾难 我们为何还是对于地下水情有独钟呢 地下水是有限的珍贵资源 该如何使用或合理分配才复合恩和正义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